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 这两天咱们中国的人均收入上的热搜 已经到了9732美元 据说是已经超过了好多中等发达国家 这当然是好消息 虽然说人均这个东西就不是很准确 因为马云一个人可能就把大家的平均收入 都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但这毕竟还是好消息 所以今天我就想借着这个话题 咱们来聊一期收入的内容 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人人均有多少退休收入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人人均能领多少退休金 好 首先咱们先说结论吧 这个数是1461美元 就是说美国人在退休之后 人均可以领到每个月1461美元的退休金 这么一个收入水平 大家觉得这个数算多吗 如果换成人民币的话 不到不到1万人民币 就应该还算挺多的 在中国如果你不养房子 不养孩子 咱们说的不就是已经退休了以后这种状态吗 那1万块钱人民币应该说是即使是在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 也还过得可以了吧 应该是够了 那在美国够不够呢 1461美金一个月 那肯定是不够 不用说像纽约或者三藩这样的特别贵的城市了 就连这种2345线的中小城市应该也是不够的 那如果要是在纽约的话 一个月1000多美金 基本上就只够吃饭吧 而且是那种必须是小家庭吃的比较少的 而且是不出去吃 就炖炖买回家里做 这还得是什么呢 像我们家是北方人 所以就吃的好一点的时候 最多就是炖一个红烧肉 然后炖吃个牛肉面之类的 偶尔吃次海鲜 那1000多美金是够了 但是像我有福州的朋友 纽约这边福州人很多 他们是海边长大的 这个1000多美元不可能够的 因为他们炖炖要吃一些什么虾之类的 大家知道纽约是海港城市 其实纽约的海鲜是相对来说非常便宜的 当然它肯定还是比葱贵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每顿吃海鲜之类的 1000多连吃饭都不够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好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既然是平均数 就肯定是有人拿的是超过这个数 有人拿的不到 咱们首先说一说退休金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英文里面的social security 在美国如果你上过班或者生活过 肯定知道social security这回事 它其实就跟中国的社保非常像 大家听这个名字都是对应过来的 social对应社会 这个security对应保险保障 所以社保就 所以social security就是中国的社保 事实上也是美国先有了social security 然后咱们中国政府就是照葫芦画瓢帮过来的 据说还当时是请了一些美国的专家 作为设计中国社保系统的咨询 请了桥水基金就是bridgewater ray Dalio 来设计帮忙 他是怎么运作的呢 首先在你上班挣工资的时候 每一年你工资的毛收入 你自己交这个毛收入的7.5% 然后你的雇主单位帮你再交7.5% 所以礼拜里算是你自己交了15% 为什么这么算 因为雇主帮你交的这7.5%是他的成本 如果他不帮你交的话 你就可以拿到多的工资 所以其实羊毛处在羊身上 还是算你自己交 从65岁开始领 也可以提前领或者推后领 在美国65岁叫做Full Retirement Age 简称FRA 工作不到35年的话 用零补 他取你所有工作年限里面 挣工资或者说交社保 交的最多的年份的头35年 开始进行一系列特别复杂的调整和运算 咱们这里就不说了 然后算出一个数 从65岁领的时候 你就可以每个月领这个数 如果你要是推后领的话 就会以你65岁开始领的数为基数 每推后一年就涨7%到8%的样子 如果是提前领的话 也是同样道理 就会相应的减少 比如说按你的这几十年的工资收入 还有工作的年份 你是可以65岁开始领 你可以每个月领1000美金的话 那如果你66岁等一年再开始领 那基本上就可以每个月领1070 或者1080这样的样子 那一旦你开始领了 这个数就算是定下来了 在以后就是每年每个月都会拿这个数 它会进行一些相应的通货膨胀的调整 保证你是有同样的购买力 但是大体上是不会变了 好 这就是美国的社保基本上怎么运作 那大家听下来 这个数大概跟三个因素有关系 就是你能拿到多少退休金 第一个因素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交社保的年份 这个跟中国都很像 咱们刚才说了你一定要交够35年 交不够的是用零补 事实上你必须要至少交够10年 如果交不够10年的话 你就一分都拿不到 如果比如说我就干了7年 上了7年班 然后就退休了 在家里面做全职太太之类的 那你到时候退休 是这7年交的社保 等于就白交了 就不算 那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和你挣的多少有关系 因为大家听 你交的这个数额是你总 你挣的这个工资收入的15% 或者咱们就说严格按自己交的这部分 是7.5% 所以说你挣的多就交的多 那交的多自然到时候算出来 你往回领的时候就领的多 但是呢 它有一个封顶 今年这个封顶额调到13万3000了 去年是12万7 它每年都会根据通货膨胀做一定的调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挣的工资收入 超过了13万3000块钱的话 你在交的社保也不会再涨了 永远就停留在13万3000乘以7.5% 得出来的这个数 所以大家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详细的看过自己的工资单 上面这个明细 预扣代缴会有这么几项 第一就是交的社保这一块 那第二呢是联邦税 第三是周税 第四就是像纽约这种城市 还会收你城市税 那就有的地方就没有了 那有的地方连周税都没有 你如果挣的工资收入是在10万块钱以内的话 社保会是你最大的一块 大多数情况下 社保会比这个联邦税还大 那如果要是你挣的钱超过10万以上 这个社保就慢慢联邦税就会赶上来 就会在比例上跟这个社保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你挣的钱越多 比如说超过13万3000 它这封顶额了 社保金额也不涨 那挣的越多超过的越多 就这个社保所占的比例就越小 那最后最大的一块吃掉你 收入最大一块就还是联邦税 就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这是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就是影响你每个月能拿到多少退休金的 就是咱们听下来就是你什么时候领取 咱们刚才说了 如果你是Full Retirement Age领的话 就是算出来这一个基准数 那如果你提前领的话 就会比这个少 如果推后领的话 就每个月拿的更多 但是这并不说明你就越推后越好 大家还是得根据自己的情况计算 且不说有些人他是实在手头紧 就是想推后也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一能领了他最早能领的这个年龄是62岁 一到62岁马上就去领取了 且不说这种情况 那还有一些情况呢 就是虽然你推后领每个月拿到的金额会大很多 但是拿到手里的总数未必大 有的人就算过说他这个数算下来就是如果等到70岁再领 确实是会比提前可以领的这个最早年龄 就是62岁领每个月能多出2000美金 那听着就很大一笔数 可是他要追赶到84岁 才能把就是统共所有拿到手里面的这个钱数给赶上来 所以说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领取很大因素是决定于 你看你家里有没有长寿基因了 肯定是活得越长 你越值得去等 等到后面领 那说到美国退休金就不得不提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数据表明 现在现有的这个退休金里面的这个钱 到2032年 其实就是十几年之后 就这个大蓄水池就要空了 就没有钱了 那现在对这个问题就持两派观点 一派认为那个年份以后退休的人就一分都拿不到了 就根本就之前所有交的社保都白交了 其实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如果你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 然后生活在中国的话 也要好好想一下这个问题 那还有一派观点呢 就是认为这个大蓄水池永远都不会干 最多就是开源加节流 那开源呢 就是提高大家交社保的这个钱数 这个比例 所以节流呢 就是每个月给发的这个数额小一点 或者是延长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年龄 所以不管是哪派观点吧 现在基本上如果你要是找理财顾问去规划退休生活的话 他们都会建议你不要考虑这个social security 就是社保 大家不要rely on social security 那不指着他指着什么呢 大家知道哈 以前在美国退休呢 主要有三个退休来源 他们管这个叫三条腿的小板凳 一个腿是你的social security来源 一个腿是公司的养老金 以前的公司是给发这种养老金的 现在公司都没有了 那第三个就是靠个人存款 那现在呢 就这三条腿的小板凳 两条腿都被砍掉了 一个是social security 就是社保 咱们刚讲了 可能2032年以后就没有了 即使有也不能规划 就是你指着这个是指不上的 那第二个腿就是咱们说的公司的养老金 现在也没有了 第三个腿就是 进击独立的就是靠自己的个人存款 那政府为了鼓励大家自己存款 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退休工具 就是我之前讲过很多次的退休账户 什么401k RA 说白了 它也是你自己的钱 其实就是你自己省吃俭用 存下来的钱 政府给你提供的最多就是一个 说有税收方面的优惠 能让你在交税方面省点心 所以就说我们这一代人 现在二三十岁 或者是比我稍微大一点的 现在40多岁的这批人 确实是面临很严重的退休危机 不光是美国 在中国情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怎么办 只能指自己 可是指自己呢 这些年就是工资停滞 在美国也是这样 就是工资不太涨 通货膨胀 然后还有各种基本开销猛涨 比如说房价物价 再加上美国还有好多人是有学生贷款的问题 真的是手头紧 所以中产阶级生活质量其实远远比不上以前 我看过很多文章就说 美国人 我们这么大岁数的这一代人 远没有他们的父母在同龄的时候 在三四十岁的时候过得手头宽裕 虽然说他们的父母这一代可能年轻的时候 没有手机 没有各种娱乐形式 但是过一个舒心的生活是容易的多的多 那怎么办 年轻还是有年轻的好处 这个优势就是时间 大家不都知道吗 富丽是所谓的第八大奇迹 你从现在开始规划 开始调整 开始理财 对未来有一个基本的蓝图 就不愁将来退休生活过不好 好 所以这期节目讲美国人平均的退休收入 就聊到这儿 喜欢这样内容的小伙伴 请给我点赞转发或者留言 希望大家能订阅关注我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